大兵突然发现军车的方向盘诡异消失 只因这个美军基地里无端冒出了几个贼兵 他们不仅趁夜打劫了军序仓库 还偷走了厕所的下水管道 甚至连长官办公室的墙面都被他们挖走了一块 而这些人之所以如此的丧心病狂 原因居然是想要维修他们的破烂潜艇 在太平洋战争初七日军凭借偷袭珍珠港 获取了斗赞的优势 他们依靠制空权肆意轰炸美军的钢口 而这艘海虎号潜艇刚刚下水还没来得及出航 就几乎被彻底炸沉 想要将其彻底修好最起码也要两个月的时间 雪曼艇长不想让这份屈辱记录在自己的海军生涯上 于是便和长官打赌 自己可以自己两周的时间内让这堆破烂重新恢复工作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长官同意了他的请求 随后雪曼艇长便带领着船员们如火如荼地开始了打捞工作 他们为潜艇搭好脚手架 紧接着用水泵抽干里面的水 然后卸下潜艇上没用的零部件减轻重量 就这样海虎号慢慢从水中浮了上来 但现在的情况依旧很不乐观 潜艇上的所有仪器和部件几乎都有损坏 只有潜望静还勉强能用 偏偏这是一名军官来到这里报道 他是轮换到潜艇上工作的货盾上尉 这个人从举止到穿着都像个十足的置跨地 而且对于潜艇也是一窍不通 雪曼下意识认为又来了一个麻烦的家伙 但现在他根本没有心思去管它 由于时局艰难部队缺少物件 军长一筹莫展之际 一旁的霍顿上尉却主动请命 声称他有办法帮艇长倒来零件 艇长本以为他认识什么高层军官能帮忙解决 谁知他的办法居然是直接去军需仓库里零员狗 对照着物资清单缺什么就拿什么 雪曼虽然对他的做法抱着一丝鄙夷的态度 但确实解决了眼情的难题所以他也没说什么 可没想到船员们见到霍顿的成功纷纷笑话 随后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方向盘被拆下来装在了潜艇上 厕所管道则用来修理水管 长官办公室墙上的铁皮也被扒下来填补潜艇外壳 愤怒的长官找到艇长质问 雪曼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的防空警报成了他的救星 日军再次对基地发起了袭击 长官顾步地追究连忙乘着军车逃跑 途中他们还发现一辆卡车顶着轰炸朝基地的方向冲去 艇长和上级看着这一幕都疑惑不已 不久后日军战机投完了所有炸弹撤离 此时的港口也被炸得乱七八糟 好在他们的潜艇没有被炮弹命中 此时潜艇也修补得差不多了可以出航 上级虽然有些质疑这艘东兵西凑的潜艇 但为了让这个麻烦赶紧离开还是同意了这个请求 可就在这时他们却发现霍顿不见了 原来刚刚那辆逆行的卡车上面的人就是霍顿 他趁日军来袭时去洗劫了长官的办公室 甚至连一张椅子都没给留下 看到霍顿返回之后他们便准备出发 轮机长一脸忐忑地启动发动机 结果潜艇却冒出了一股飞烟便直接当机 显然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法出航 霍顿见状请来了一批巫师 对着潜艇就是一通做法 艇长认为这么做根本就没什么玩意 谁知下一秒潜艇居然真的成功启动 这让艇长一时间呆住了 不过他们也终于可以冲向大海 就这样这艘不靠谱的潜艇开始了一段不靠谱的旅程 都说潜艇上千万不能出现女人 可偏偏这个新来的军需官却阴差阳错就回了一群女兵 不久前这艘美军潜艇因为漏水不得已浮上水面检修 雪曼艇长为了不让这个新来的军需官霍顿添乱 于是便派他去附近的岛屿上看看能不能捡些有用的东西 谁知这个岛屿刚被日军袭击过 霍顿尚未前去搜寻居然发现了几个被留在那里的女兵 女人会给潜艇带来厄运 这是每个海兵都听过的传说 就连艇长心里都隐隐有些不安 可这艘潜艇就是因为霍顿才能恢复运行 所以他也只能默默忍受下来 然而潜艇却突然传来了警报 艇长急忙下来查看才发现是女兵悟出了开关虚惊异常 这件事再一次加深了传说的可信度 然而之后更令他头疼的事件却接连出现 由于这些女兵个个都是极品美女 导致艇员们都集体装病 排着队等着女兵来给他们检查身体 但论治疗效果他们却根本比不上艇长 这名艇员被女兵照顾了许多天都不见好转 结果艇长一声怒斥 原本病入高荒的艇员直接就原地康复 而且由于船舱内过到狭窄 许多艇员在和女兵并排经过时就会趁机开游 艇长无奈只好命令船员们在女兵经过时就要自动消失 本来就被这些事情气得不轻 结果一转眼又看到霍顿在和女兵你门我门 愤怒的艇长直接就将他关了禁闭 然而就在这事警报再次响了起来 原来是大幅在前方发现了一艘日军邮轮 看这规模起码是个八千吨级的 并且停在港口边没有任何防备 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白简的战功 于是船员们立刻开始装填鱼雷 可就在他们准备瞄准发射的时候 一名女兵却突然过来提醒船长吃药 无奈烦的艇长对着女兵吼了一锁 结果受到惊吓的女兵不瞬间触动了鱼雷发射案 还没完成瞄准的鱼雷瞬间飞了出去 没能命中邮轮反倒是冲上岸炸火的一辆卡车 眼看他们已经错失了攻击机会了 艇长无奈只好命令众人撤离 此时艇长已经彻底对这群女人没了耐心 好在不久后他们就抵达了一座港口 艇长原本打算就让他们在这里下船 然而因为战局紧张 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接手努力 并且还根本没有补给来给他们使用 没办法为了弄到补给 艇长只好将被关押的货盾放了出来 随后交给了他一份清单 叫他想办法把这上面的东西搞到 机制的霍盾很快便有了主意 美军基地内居然出现了一间大型赌场 而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里换取筹码的方式不是钱 而是一堆破烂零件 原来这一切都是军需官霍盾部下的一场局 为了给潜艇弄到需要的补给 他开设了这间赌场 让士兵用补给来换取筹码 越有用的东西能换到的筹码就越多 但这时跟他一起来的船员却害怕了起来 他担心万一有人赢了他们拿不出钱来 士兵根本不可能从他们手中赢得一分钱 很快霍盾就带着一堆不及满载而归 即将出航的他们决定将潜艇重新涂装一回 可结果手头上只有一些白的和红色的油气 只有将他们凑在一起才勉强够用 结果就混合出了一个诡异的颜色 就这样一艘粉红色的潜艇新鲜出入 士兵们看着这个骚气的颜色都大跌眼镜 但苦于物资短缺他们也只能接受 正当船员们打算好好庆祝一番时 日军的战机却再次赶来袭击 船员们纷纷回到潜艇准备逃走 结果这时霍盾居然又带回了一群孕妇和孩子 这些人帮助他寻找补给 所以霍盾答应会将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眼看日军已经盯上了他们 急着逃跑的艇长只好让他们都上了船 好在他们最终还是成功逃回了海里 晚上艇长坐在甲板上怀疑人生 潜艇现在已经被搞得乱七八糟 先是上来了一群女兵 现在又来了一群孕妇孩子 甚至还有一头小羊 他完全搞不清自己开的是潜艇还是游乐场 然而接下来倒霉的事情出现了 这艘骚气粉色潜艇很快就被媒体注意到 但每日双方都不知道自己家有这样的潜艇 于是便各自下达了命令 见到粉色潜艇就立刻继承 然而他们因为无线电损坏对此毫不知情 不久后他们就遇到了一艘美军驱逐舰 艇长见到有军立刻命令上府 原本想用其余打个招呼 谁知对方看到粉色潜艇就以为是日军 二话不说便朝着他们开跑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艇长又连忙命令潜艇下潜 紧接着驱逐舰又朝他们发射了深水炸弹 一阵阵爆炸在海面上掀起了漂亮的老花 但下面的潜艇就遭老罪了 原本这个东拼西错的潜艇就不靠谱 挨了两下炸之后更是出现了要散架的节奏 无奈的艇长只好让船员们脱下衣服 连同废游一起从鱼雷口发射出去 想要伪装他们被击沉的假象 然而驱逐舰舰长根本就不上榜 依旧命令驱逐舰不停投弹 眼看再这么下去就真的挺不住了 霍顿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让艇长投放女兵们的贴身衣物 因为日本军队里没有女兵 而且美国的女性内衣和日本的有明显的差弱 辨别起来十分简单 于是艇长只好命令女兵们脱掉贴身衣物 通过鱼雷口发射了上去 驱逐舰上的船员打捞上来查看 长官一眼顶真 断定日本女人没有这么大的尺码 就这样海虎号潜艇终于得救了 本期的电影也就到此结束